接下来看到今天的香港传真 有中共江系血债帮背景的香港青年关爱协会 近日来再次疯狂的清洗尖杀嘴天心码头的法轮功真相点 以污蔑横幅侵占了码头空间 多次暴力冲击法轮功学员 有恶徒因为诬告学员打人 遭到警方带走调查 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促请警方确实采取行动 将这些恶徒生之以法 清官会从新年期间开始 再次以大量污蔑法轮功的横幅及展板 大面积占据尖沙嘴天心码头 法轮功真相点 各途更以污蔑横幅和保鲜指 把真相攒板缠绕 不但出言辱骂法轮功学员 更围攻贺骂道场调解的警员 行径极为疯狂嚣张 法轮功学员在警方安排下 在码头一边开设真相点 清官会驾起多排巨型污蔑横幅棚架 全面围封真相点 由于警方未有严厉执法 多名恶徒到场 再次以暴力冲击真相点 甚至推撞受报婴儿等女学员 一名恶徒试图诬告一名女学员 把她推倒 但及时被试破 另外一名女恶徒试图诬告法轮功学员大人 警方翻看录像后 原词斥责她弃词污蔑浪费警力 招攘一番后 女恶徒被送上警车 带回警署调查 由市民斥责恶徒的黑社会行径 法轮功学员促请警方 不要纵容恶党团伙的暴行 公正执法将凶徒绳之于法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 在香港报导